性感女神安心雅 13號出席鞋子品牌活動 遇到那對夫妻和超可愛的妮妮 讓安心雅忍不住想要抱抱 想不到居然被妮妮打罵無雷貓 真的是好傷心啊 他很可愛 而且他很有個性他都不理我 我剛剛跟他講話他還就是 完全不回答我 然後我要跟他握手他也是躲我 對 他有點大討厭 但很可愛 你要不要叫他握手 你看你看超有個性的 我想他還是不開心了 爸爸要先去 你知道嗎 你怎麼聽得懂我在講你 妮妮真的很可愛 他超乖的 他對我很親切 女神安心雅不僅在戲劇 唱歌 舞蹈方面實力堅強 就連Cooking都難不倒她 真的是出得了廳堂 進得了廚房 我最近有一個拿手菜 就是墨魚大烤 非常的好吃 就是不是我自己講而已 就是我連我媽媽 還有那個髮廊的工作人員 全部人都吃過 我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好吃到就是我隔天 起床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媽在講電話 她已經打電話給我 南部的親戚在炫耀 她就說 我女兒子 長燉的烤肉有夠好吃 我就覺得超有成就感 所以我明天還要繼續再做菜 好,女兒子 這場是件什麼 都看不下去 你先來這種洗頭 我進來這個 我先來這個 就幫你 我先來這個 謝謝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